哈喽大家好,我是长脸 长脸在第八的官微上看了看香港飞青的新动向 哗,跑去台北火车站,玩快闪,玩静坐去了 北京开两会给香港订的法 飞青却跑去台湾抗议 这病是不是得治啊 看来飞青既推动香港国安立法之后 现在又涌到中国台湾省促统 你们是想体验一把二次回归吗 什么美国病毒,台湾520 都没有国安法让香港去台湾的机票卖得这么快 飞青的奔跑速度比香港记者都快 飞青原本以为台湾和蓬佩奥会与他们同在 可是事实是啥呢老铁们 蔡蔡子吓得颁布了进座令 井蛙也跟着愤怒 我说蔡蔡子同志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让香港民主人士表达意见 你是要意图强力镇压吗 台独井蛙不是说香港飞青是圣斗士吗 你们不是说你们是香港圣斗士的永远战友吗 怎么这才几个人围一下火车站你们就要报警呢 啥玩意啊现在你们知道说搞游行需要向官方申请了 那不自由啊说好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呢 看来在过河拆桥上蔡蔡子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 香港飞青闹了一年多攻击一国两制 让你们民进党捡了多少枪啊 不然九合一选举你蔡英文有戏吗 结果现在面对你们的恩人连个台北火车站都不让人家坐 你们还是人吗 此处长脸不仅想要配一张图 这不就是看别人热闹的时候总是风凉化很多吗 等发生在自己家门口就开始哭了 不过这也怪不得蔡蔡子这次两会开完你蔡蔡子自身也难保 老铁们以为两会里面最爽的是那个国安法吗 不是还有别的呢 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 对台湾问题已经不提和平了 只有统一 这是啥意思老铁们不用长脸多说了吧 我们都说对领土问题台湾没得选 其实台湾还是有的选的 台湾唯一可以选的就是怎么被捅 是和平的捅还是武力的捅 这个统一方式的选择权一直在蔡蔡子手上 正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 总之这杯酒蔡蔡子肯定要喝的 就问那你是要我敬你喝还是罚你喝呢 520蔡蔡子也给出答案 不要和平不要敬 OK本来解放战争就没有打完 只是暂停了70年 和平就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现在蔡蔡子的表现让我们觉得你不配这个态度 那我们就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既然以前我们给你们和统的脸 你们给脸不要脸 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促统了 何以促统就是乙武促统 和平两个字去掉 台独问题写进报告 不想做人民可以 那就是敌人 我们对敌人必须专政 看来长脸的听力还是不错的 前两天的那期视频在文贵家听枪根 看来是没听错 台独的那些井蛙也是跟香港废青一个德性 要是武统的话 怕是人民日报的钟圣刚发表物为言之不欲的文章 井蛙们就被吓得屁滚尿流 连夜秀红旗了 不用说整个岛内也是一片鬼哭狼嚎 到解放军登岛那天 井蛙就在岸上等着 打着大红旗横幅标语 写着欢迎解放军进驻台湾省了 所以非情逃去台湾有啥用呢 国安法都还没通过呢 就吓得屁滚尿流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憋住尿以后慢慢流 长脸就做看这些废物 要么留在香港坐牢 要么去台湾吃子弹 要么就是刚到台湾 就被迫的得买去非洲的机票 哎不对呀 非洲好像也有土共的人 非情们干脆自己造火箭吧 离开太阳系 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台湾 既接收了大陆的百年烂党国民党之后 又接收了香港的废物 垃圾分类做得不错 废物就这样被你们台湾 击中了等着我们来处理 给我们解放军真的省了不少事 跑一趟就行了 蔡菜子过河拆桥 不守信用没有关系 咱土共守信用 所以轻易不要和土共利服赖个 土共这个铁汉汉会当真的 老蒋的地图开将 土共都在当任务努力的完成 当然这个说好的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咱土共也会让你们如愿 说起来武统这事 也是老蒋有先见之明 早在南京的时候 就种下了两万武统树 请蒋委员长放心 您这个暗示 土共也看懂了 该来的总会来 是时候磨刀祸祸 给王八们放血了 对了 长年有情的提示废情一句 去年蔡菜子选举前是怎么说来着 引发废情之乱的那个陈通家 到底还有没有人记得呀 看看逃回香港不但没事 连自首台湾都不让 所以飞青们在弯弯那 看见谁不爽 直接打死就完事了 毕竟香港和台湾之间 没有引渡法案 逃回香港又是一条好汉 多么民主自由的地区 多么香甜的空气 多么美丽的风景线 长脸在此真诚的支持香港飞青 在台湾发起革命 光复台湾 时代革命 篮炒台北 装修101 昨日香港 今日台湾 香港飞青 祖国统一大业的先锋队 祖国统一靠你们了 加油 嘎杂拆迁队 奥利给 最后来